秦晓鲁 李宗盛 《秦晓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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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午好 然后很高兴 又来到晋晦大学 然后跟这么多前辈的作家 有一个交流的机会 去年大概也是在这个时间 然后在晋晦大学 有一个我的电影 然后小说和翻译的一个研头会 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缘分 觉得特别高兴吧 今天这个题目地域文学 我觉得从三个方面 谈一下自己的一点感受 然后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 节制的地域特色 或者地域文化 在你的文学作品中的呈现 我觉得一个作家 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地域 然后你生长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中 然后你一直守那样一个地域文化的影响 他身上会自然的会影响到 就是地域文化的那个特色 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吧 就比如说那个 佳平昊老师的《商周》系列 他这些作品里面 就会有自然的那种 就商周文化的一个流露 比如说我这次地上的这个短篇小说 叫《乌金的牙齿》 然后他讲的就是一个活佛 乌金 是一个跟我小时候是一个同学 然后后来他被认证为活佛 然后后来又去世 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这个里面就是有他的自身的一个地域的特色 如果没有这种佛教文化 或者就是藏传佛教里面这种转世轮回 这样一个地域或者地域文化的这样一个铺垫的话 这个故事可能就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说的就是节制 可能有些地方就是我跟龙仁青 就是在座的这个作家 龙仁青 我们是来自青海 然后青海或者很多藏区 他有很多作家 然后他们在有些时候 可能他有些作家 他会在这个自己的作品里面 会刻意的强化 或夸大这个地域的一个特征 然后地域的一个文化的特色 然后或者做一些 比如说一个类企化的一个呈现 或者一个夸大式的一个写作 我觉得这个会对一个文学作品 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就比如说 就那个处自青海的一个作家 这个就是杨志军 他写的藏偶系列 藏偶一 藏偶二 藏偶三 他里面写了很多就是藏区的故事 也有很多藏偶的故事 但是我们看来 就是我和龙仁青曾经也做过探讨 就是我们看来 他所建立的这种藏区的一个 牧区的这样一个游牧文化 然后他所里面涉及到的一个 关于藏偶的描写 我觉得是很夸张的 就包括他其他的一些小说 比如说《环虎系列》 里面有很多夸张的描写 但是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经验 或者没有这种地域文化的一个基础的人看 可能会觉得这是真实的 但是我是希望就是在做一个这样的地域文化的特色的呈现的时候 可能需要解释 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你作为一个作家 你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生长 然后受那样一个地域文化特色的影响 它会自然地会呈现在你的笔端 然后会自然地会流露出来 比如说我的小说或者我的电影 我会尽量地去克制 呈现比如说一些表面的东西 一些类似化的东西 但是别人看了我的电影之后 我会觉得 这就是藏区的一个普通人 或者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呈现 反而有这样的效果吧 然后第二点就是讲的就是 一种超越地域特色 或地域文化的这样一个写作 我是希望是这样 像那个 这次选的我的那个小说 《无精的牙齿》 它里面讲的就是一个活佛 如果可能其他的一些作家写的话 可能会把这个活佛的这种神秘性 或者这种文化的一个背景会夸大 但是我在处理这个题材的时候 就强化了它的 就这个活佛它作为一个人的一面 就是突出它的人性的一面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儿那个 这次资料里面有一个苏彤老师的一个评论 然后这里面苏彤老师也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是更愿意把小说放到艺术的繁殊 去观察的那种对小说的社会功能 它的拯救灵魂 推进社会进步的意义的夸大 淹没和扭曲了小说的美学功能 小说并非没有这样 这些功能和意义 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小说原始的动机 不可能承受这么大这么高的要求 小说写作完全是一种生活习惯 一种生存方式 我是提倡就是 在一个 在一个这样的地域文化 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然后做一个超越的表达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我和龙仁卿也参加了 我们那边的一个作家 我自己翻译过他的很多的小说 然后他里面就是比较土著的 就是有一些狗系列小说 然后这个狗系列小说里面 就是他把狗写得非常人性化 然后这些小说也受到了很多的 比如说汉语作者的关注吧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超越地域 然后超越一个民族性的一个书写 然后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我自己做电影嘛 所以也会接触到很多电影的题材 比如说苏彤老师的 前年有一个短篇小说 叫告诉他们 我乘着先喝 我乘着白喝去了 这个导演跟我是一个制作公司 然后我们之间也会 就写完剧本之后会有一些交流 他写完剧本之后 就是刚开始给我看的时候 我是有一些担心的 就这个小说讲那个江南地区 然后有一个老人 就是他担心必火葬 然后他希望 他希望有这个土葬 然后后来就是他跟孙子在一起 然后他孙子帮助他 然后把自己就是埋到了这个底下 是这样一个故事 然后他老人也有一些 就昨天说的一些痛感 比如说他能听到泥土的这种气息 然后也能看到 他有一些幻听和幻觉吧 他能看到一个仙鹤会飞来飞去 然后传说中这个仙鹤能带 就是这样一些人 就是一个老人会进入天堂 所以他把他最后埋到底下之后 然后说他两个孙子 孙子和孙女回家的时候说 就是说这个已经带到这个 告诉他们就是那个 陈浙仙鹤去了天堂 所以他这样一个异象 是建立在一个江南的 这样一个环境之中的 但是这个电影是在 在甘肃就是在西北拍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有一些担心 就是把这样一个异象 然后移植到搬到西北 这样一个地区会不会成立 但是后来就是他加了很多 在改编的过程中 加了很多的细节 加了很多的比如说一些 西北那边就是他故乡那边的 一些地域的一些特色 然后也加了很多的异象 然后最后片子拍出来之后 就是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是有那种感觉吧 就是把一种异象 然后转移到另一个地域之后 然后做了这个加工处理之后 然后他还是呈现了那种 就是作为人的这种东西 然后另一个就是 另一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那个视域的地域特色 或者地域文化的这种代入 或者呈现可能会对一个文学作品 会有一个基础 然后会增加他的一些 增加他的一些支点吧 就比如说高兴建的林山 他也是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 大概类似藏区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异象 或者这样一个地域之中 然后他这个故事才有可能 就是会成立吧 然后还有可能 就是之前 陈冲改编的一个剧本 改编的一个剧本 是原来是颜格林的一个小说 叫天狱 然后这个讲的就是文革期间 然后上山下乡 这个期间有一个少女女孩 到内门插队 然后在内门发生的 他经历的一些事情 然后后来在改编的过程中 他把这个故事移植到了藏地 就是从小说的这个内门的 这样一个背景 然后后来转移到藏地 然后就是派出来之后 可能就更有那种 一个真实的一个依据吧 就是可能有那种合理性 我觉得合理性和它具有了 另外一种特色 还有就比如说电影里面 那个曾经陆维和王全安改编的 一个他们的一个电影 叫图亚的婚事 也是这样 那个图亚的婚事原来是一个 甘肃那边的一个农民的 一个就是新闻报道吧 然后他讲一个女人 然后他丈夫去世之后 他丈夫那个残妃之后 然后丈夫建议他再嫁 然后这个女人 然后准备要出嫁 然后他有一个要求 就是他要嫁到的这个人家 必须得抚养他这个男人 然后这样一个发生在甘肃的故事 他最后在改编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地狱 然后移植到了就是内门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后来就是 他有这样一个 比如说一个蒙古的 这样一个地狱的特色 然后这样一个地狱文化之中 构建起这个故事 所以可能我们看起来 可能比那个原来的 那个故事的发生地 更有一个可信度 更有一个支撑点 主要就这些吧 我觉得就是在作品中 文学作品中 做这种呈现的时候 可能也有风险 就是比如说像狼图腾 他改编成电影之后 可能也会受到很多 比如说了解蒙古文化 或者就是本土的蒙古人 或者他们的一些质疑 可能就做了有些分险 有些那个夸张的 或者类企化的这样一些表现吧 比如说这个图亚的婚事也是 当时改编成电影之后 然后也受到了很多 蒙古的一些专家 或者学者 他们的一些质疑 就觉得这个故事 就这样的情节 可能不太可能在蒙古那样一个 地域的文化之中成立吧 大概就这样 然后对 可以教育 谢谢